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機電文宣報啦 那我們看一下本周又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畢竹奇兵》是由易亨十五位代理發行的 首款為世界戰爭手機遊戲 遊戲是以螞蟻文明為背景 同時融合了核心的SLG版本以及模擬經營要素 滿足玩家的多元需求 而遊戲更請到了台灣著名演員賈靜雯 擔任遊戲代言人 世界之術擁有神奇的力量果實 而各個種族為了佔據神術而發起的戰爭 而故事就由底底下的一個移攻開始 遊戲的玩法最主要分成三個方向 戰鬥部分是以即時制 最多玩家可以安排五位角色 還有六種小兵上陣 而小兵的數量揮一罩等級有所不同 在攻擊的時候可以將人物擺放在地頭不同的地方 而揮一罩以安排來做攻擊 而英雄人物的部分也是一樣 不過英雄是可以使用技能的 在重要的時候就可以扭轉戰局 在後期戰鬥玩法就變得非常豐富 另外的部分就是SLG玩法 為核心融合的模擬基因要素 擺設的位置到最後也就是被敵人進攻的位置 這裡就要比較注意一些了 而最後就是底下的洞窟玩法 玩家可以探索底下洞窟 可以得到相關的物質之後 掛機之後的獎勵也會越來越多 當然也會有簡單的戰鬥模式 通過不同的戰法策略搭配 不斷搶佔征服新的巢穴 一步步建立自己的螞蟻帝國 韓國遊戲公司 溫神台北營運發行的 MMORPG手機遊戲新作 奇蹟MBU打天使在4月28日正式上市 遊戲是延續經典線上遊戲 奇蹟Online為題材的MMORPG 提供了經典遊戲 奇蹟Online的三大代表性之夜 箭式 魔法師 弓箭手 而遊戲的玩法是45度角的動作類型 遊戲的畫面有一點可惜啊 還以為會更好 結果感覺卻是很久以前的遊戲畫面 而遊戲的玩法也稍微單調一些 就是一直過任務挑戰BOSS 而玩家需要收集或者是購買技能書 才能學習到新的技能 而尤其是打敗BOSS之後的畫面 超級像很多遊戲的宣傳廣告畫面 是一款很可惜的手機遊戲 魔力寶貝回憶是一款回合制的角色扮演遊戲 主打PC版的最真實的還原 連續了多職業的選擇特色 讓玩家可以重新體驗魔力世界的魅力 遊戲的玩法是回合制方式 而遊戲的畫面非常復古 感覺起來就是PC版的製作品 一開始可以隨著任務 之後就可以進行轉職了 可以在箭式 戰斧鬥士 弓箭手 魔法師 傳教室騎士中 六個職業 選擇其一 而遊戲有一個地方還蠻好玩的 當玩家的人手不夠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傭兵系統 並且強大的夥伴 這樣也不會擔心遇到強大的BOSS 而封印怪物作為寵物 是魔力的特色之一 玩家可以透過對應的封印卡牌 或是特別封印卡對怪物進行封印 成功之後也可以跟他們一起敏肩作戰喔 整體頭畫面還有音樂搭配 這個都可以常懷舊 香腸排隊是由新重力數位代理的 二搞生存射擊手機遊戲 主打可愛Q萌的人物 講究真實的射擊手感 還有各種趣味道具為特色 致力營造溫馨又俏皮的生存射擊體驗 而玩家將扮演相殘人 與最多三名好友組隊在百人共同的戰鬥環境 尋找各式各樣物資 最終取得勝利 遊戲的玩法就是大逃殺類型 玩家只需要生存到最後就算勝利了 而整體的遊戲玩法還蠻輕鬆的 在開局之後很簡單就可以找到武器 並不會像其他遊戲類型一樣複雜 而當走到道具旁邊的時候 而角色人物會自動根據你的裝備來檢取道具 玩家也不用去看哪一個裝備比較好 或者是哪一個武器才是你的子彈 而在遊戲中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像是在遊戲中可以取得特殊的身份卡牌 而玩家就可以擁有特殊的技能了 不過這些都需要有CD時間 而另外也會有很多的特殊道具 在使用之後就可以飛到天空上面之類的玩法 很豐富也很好玩 重點的是並不會影響戰鬥玩法 而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特殊事件 像是時鐘劍在完成之後 就可以使用強力的劍技來攻擊敵人了 或者是有多樣的酷炫強力的載具也都可以使用 而在服裝上面也還蠻認真的 除了有一般的衣服外觀可以更換 還有臉部表情 更可以更動成動漫裡面的臉孔 還真的蠻搞笑的 區塊鏈RPG魔龍之魂也在4月28號成就正式上市 遊戲是一款具有精美高質感畫風 和策略團戰玩法的戰略角色版遊戲 玩家將可以透過戰鬥強化角色 裝備技能來享受遊戲樂趣 一開始共可以在四位角色中選擇奇異 盜賊、德魯伊、法師、騎士 而遊戲的畫面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有一點美式畫風 又有一點像是二之國的感覺 而遊戲的玩法是防制類型 玩家進入遊戲之後就會自動戰鬥 而玩家需要收集裝備才能挑戰強大的BOSS 而到後期還可以學習各野新的魔法 但是玩家也需要針對釋放魔法的順序 還有怪物的屬性類別去做調整才能夠刻地置身 整體來說還算是一款蠻不錯的手機遊戲 DC英雄防止聯盟是一款由DC官方授權 超選視野效果等放置卡牌RPG手機遊戲 玩家將扮演蝙蝠俠 在對抗邪惡的壞人途中 超人卻突然出現了 受到綠寶石魔化的超人強大無比 女與貓女一同聯盟 尋找能夠結構這場危機的英雄夥伴 遊戲的玩法是放置類型 玩家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場 在遊戲中的左邊會有速度條 玩家會依照速度來做攻擊順序 而在遊戲中的英雄有三種屬性 互相會有客製關係 另外在同特質上陣的盟友 就會有不一樣的屬性加成 而每次在攻擊敵人的時候 就可以產生一點能量點 五格就可以讓一位角色 使用英雄的轉屬必殺技 在使用的時候也會有華麗的技能畫面喔 玩家可以蒐集多樣的英雄角色 蝙蝠俠、超人、神力女超人等 DC經典超級英雄以及超級反敗、任你指揮 收集並升級的超級英雄與反敗們 在戰鬥中取得勝利吧 再加上在敘述故事的時候 都會有電影般的特效去演藝故事 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日本遊戲商打造的少女魔物戰略UPG 天啟悲論在4月26號 雙平台正式上市 天啟一世之後 神最終選擇了某位玩家 作為毀滅世界的災禍領導手 而玩家被迫成為全世界的敵人 隨著曲折的命運成長的他 在某一天遇到失去記憶的少女馬卡龍 所展開的冒險故事 戰鬥的玩法主打戰棋策略作戰 玩家可以在關卡供設置最多5名的我方角色 而根據戰況下下達指示 中途必須要觀察敵人的動向 以及攻擊模式做出相對應的反擊 滿足地圖操作條件以完成關卡 除了有可愛的畫風還有簡單操作的方式之外 後期也可以與不同的魔物以同作戰 整體的遊戲玩法非常有趣也很輕鬆 算是一款可以等待中文版的手機遊戲 聖劍傳說是由Screener推出的 聖劍系列的動作RG手機遊戲 由遊戲中原創角色與歷代角色交織而成 讓玩家可以享受跳脫遊戲框架的全新劇情 主角將受到女神的引導 將前往歷代記憶世界裡找尋失落的聖劍 遊戲中的玩法採用是即時製玩法 玩家能夠自由編成各系列的角色組成的三個小隊 親自操縱他們戰鬥 而且可以隨時切換不同的人物 重點是隊伍裡面的人物可以多打六位角色 在戰場上可以同時出現三位角色 而遊戲中每個人物共有三種技能 一個輔助技能 一個攻擊技能 還有一個是閃躲按鍵 當攻擊敵人的時候就可以累積木器值 能量滿了之後就可以使用個人的必殺技能了 而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精靈技能 在右上角的能量值累積到第三階段 就可以發動特大的精靈魔法必殺技 可以一次攻擊全場的敵人 另外還可以裝備記憶寶石 每一個寶石都會有額外的輔助技能 有些像是在擊敗敵人之後就會有28 恢復全體成員的血量 超好用的 之後在過完第二章節的第十二之後 就會開啟裝備系統 另外也會有多人的連線可以使用 玩家可以與朋友們在遊戲中一起過任務 遊戲從聖劍傳說外傳至聖劍傳說 二代、三代、四代等其他系列的角色 也都會在遊戲中登場 普雷威旗下2022全新MMORG手機遊戲 希望AIM近日展開了事前登入活動 而希望AIM是由希望Online原廠 Play with Game至今開發的MMORPG遊戲 也一併繼承了原作的正統性 在希望AIM遊戲中可以體驗 具有搞笑的動作、大機幹的連續技能系統 還有情侶配對的Sea Talk系統等多樣的特色玩法 Gameloft 今日公開了生活模擬冒險遊戲新作 迪士尼夢光谷 主打讓玩家與迪士尼、皮克斯等知名角色 一起擁有夢幻的生活體驗 恐怖的一萬危機來襲 切斷了與此相連的美好回憶 玩家站在遊戲中展開修復任務 從荒廢主張中恢復以往夢幻榮耀 揭開新世界的秘密 怎麼會有一種很像模擬人生的感覺啊 由日本Side Game開發 小萌科技代理的人氣養成遊戲賽馬娘 終於在今日展開了台版的實現登入活動 遊戲是由日本Side Game精心研發的大型跨媒體企劃 繼承日本實際存在的名居名稱 靈魂的賽馬娘們 玩家要助為特雷森學院中的新人訓練員 指導專任賽馬娘每天認真訓練 並獲取各種競技賽事的勝利 暴雪娛樂今日宣布旗下手機遊戲新作 暗黑破壞神有生不雄 將於6月下旬左右 在台灣、香港、澳門等地方上市 目前遊戲已經超過3000萬名玩家 預先登入 從2020年讓玩家睽違兩年的暗黑破壞神 這次終於確定了賞識日期啦 在下禮拜也有什麼有趣或是值得期待的 手機遊戲上市呢? 文京遊戲代理發行的造神系美少女卡牌UPG 雙生幻想 確定會在5月5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一款擁有眾多日系萌昧角色的卡牌遊戲 玩家正在遊戲中成為總探長 率理眾多的美少女探員 在奇幻世界觀中出訪各種任務 解開表理世界的層層危機 由遊至在線代理的吉士3D武俠手機遊戲 《劍決天下》 確定會在5月6號展開公測 感覺起來好像還好啊 沒有機會再介紹給你們知道囉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快點點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啦 我是愛玩搞怪的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